scientist Tek玩笑 喝完水後回來了 先報復戰績好嗎? 好 今週一定要討論一下 因為大師、喇神、老爺、唐哥 全部一致,每次只向同一個方向就出貨 難怪見到今天的市場恆子都一般,先報一報 他們說的那幾隻,全部都是看好的,看上的 分別是這隻68178,恆子瑞銀的牛 第二隻是6097,這隻都是看好的牛,瑞銀 大家留意收回價17288,還能撐到 然後大師是否阿里巴巴,幫忙幫忙 20764也是看好的牛,不過阿里巴巴我們剛剛說了 暖一點,再看看吧,這隻是叫的 再看6049,6049也是恆子看好的 暫時大家都看到戰績,四個人都一般 好,新聞報道完畢,大家星期五的時候再繼續評論 今天指數都下來了 剛剛中海又公布了業績 清姐說過了,8832 這些油價這麼好,地緣政治局勢似乎比較令人擔憂 油價怎麼看呢?我可以說的 油價最近彈了一些,但是又會不會有油價 但是我覺得,純粹你靠地緣政治局勢的因素 你推不起油價多少,去到這些位 因為市場都擔心經濟 除非美國的經濟真的實現到軟著陸 如果減息,衝景的經濟會向好 然後油價才會高 但是,現在是需求 今天我也有看過一篇報道說過 公布了中國第二季度的原油需求是跌下來的 對 所以為何令油價本先就紐約旗油反彈 去到大概81元每通美金這些位置呢? 今天又借了 又借了 但是8833又頂到 剛剛還要公布了業績 業績方面做成怎樣呢? 上半年收入是2267.7億 去年同期是1920億 即是比去年更好 同比增長25% 最重要是看它是否派息 當然,上半年油價曾經都高期 都揮煌過 中期息就增加74港元 那下半年油價怎樣看呢? 青姐,覺得會不會減息 可能會影響油價短期回調 市場是擔心的 全球原油的需求會出現過剩 一來,你有沒有發現近來 很多去內地歐美的航班都停了飛? 是啊,對 是啊 Virgin那些已經沒有香港這邊的航班 其實他們不飛到大陸 一來是不夠內地的航空公司抽 票價沒有競爭力 二來因為他們這些航空公司 是不能夠繞過俄羅斯 不能夠經俄羅斯飛下來 中港 結果呢 他們要多飛一兩小時的時候 油呢 都真的 虧了 是啊,虧了,飛到虧了 虧了來飛的 所以市場也都對 剛剛呢 之前說你給亞美停止出口原油 這個恐慌情緒呢 就把油價移動了 但是太短暫了 那些油價回落了2% 昨晚 是啊 最主要就是 對利比亞停產的消息已經消化了 也都不覺得是有什麼問題 反而真的剛剛我們說的關鍵點就是 需求了 嗯 因為 那些大行呢 譬如大摩啊 高盛啊 這些宇宙最強的大行 他們紛紛下調了油價的預測 他們擔心的是需求 還有擔心呢 全球的原油市場呢 會供應過剩 高盛是看到 差不多下調到77元 好像差不多這個位置 大摩75元 是啊 你看一下我剛剛呢 就上網找了紐約旗油的走勢 其實呢 都看到現在都跌超過1% 下回74元這些位置 那似乎 我自己的看法呢 我們都要宣傳一下 我們光大在今年呢 下半年是中性偏淡 看這個油價的 那我們看過Ranger是71-80元 Houseville Houseville 對的 71-80元已經包含了 高盛和大摩根 是啊 大摩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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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 70-80元是對的 尤其是9月接下來呢 有很多個因素的 其實是考驗的油價表現的 一個就是OPEC Plus OPEC Plus呢 就是它這些主要的產油國 它第四軌道的產量 那個目標呢 它的政策到底怎麼行呢 如果它說要減產 要撐住油價呢 那就來拉拉斯啦 是啊 那還有聯儲局呢 那些甲派轉向 令市場呢 近期對減息的預期 越來越樂觀 那 就業市場 最主要是因為有一個比較強的 就是就業 一個弱的就業市場數據 就是 比較一個強一點的失業數字 是 去維繫著的 那但是如果勞動力市場 如果繼續走弱的話呢 就是他們又想那個勞動市場弱點 可以有減息的空間 嗯 製造了減息的藉口 嗯 但是又不想那個勞動市場太弱哦 為什麼呢 真的好茅藤這些 是啊 那最主要是 如果那個勞動市場太過積弱 皮不能輕的話呢 有價能夠反彈的空間呢 就更加有限公司了 因為 需求 都是受到影響的 嗯 其實很難拿捏得準的 所以 整體呢 我都是同意你們的House View 真的 謝謝 下次 都是看淡的 對啦 都是看淡的 不過883呢 有一件事要賺賺它 我記得他曾經有說過 就是說 全年的派息率那方面 是0. 不會少過 0.7港元 現在 這個是前面說的 喂 怎樣啊 交到啊 你會不會 我會馬上給他一個讚 那你二十二三四元去買 是 他又是派7號 18、9元買又是派7號 就是 如果瞄準著那個息率 而不是瞄準著 他接下來的那個油當量 和油價 是 那你會不會這些位去追 我就覺得呢 他現在去到50天線呢 已經很明顯 就是 雖然今天呢 那個 就是沽壓又不是很嚴重 嗯 但是明顯就是 弱了 那個動力 咦 我們有些粉絲跟你看法一樣 動力很弱 叉燒腸壞883 菇啦 這樣說 是的 不過有時候很差的 如果它突然間 突然間 中東啊 俄烏啊 那裡又 又搞一搞啊 搞一搞你呢 它高一谷夾夾你 我們都不是被它夾了多少次的了 前兩天就是夾了兩枝羊竹 又上回大概80元 都是夾上來的 真的 對呀 你給停產的那個因素 都令到油價高一谷上來 883都夾一夾的 嗯 另外說了交行出了業績 我們剛剛由美團 中海有 3328 3328 出了業績 那怎麼辦呢 上半年正利潤 按年跌 1.6% 嗯 會派中其息的 0.18元人民幣 對於內銀股來說 大家也不太關心他們的業績 關於 集中在他們的派息 但是 那個走勢 清姐 看下去 不差 很厲害 公佈業績之前 喂 今天啊 連那些建行 一年高位 大佬 開來看看建行 939 要不要開匯豐看看 哦 可以的 五號仔 咦 都上回了 是啊 整體 搓著搓著上的 這些位置 衝擊減息可以對經濟刺激會大 但是 又另一方面 減息也對他們 鎖住cash 那個 那個貢獻會少了 那當然啦 你如果鎖住很多cash 真的借不出 要減息才可以借 加息 對呀 加息就對你有利 但是 你寧願多些錢借給別人 人家做到生意 或者你寧願多些錢 放在那裡去收息 對呀 那如果現在的內銀 其實 剛才也看到939 跟著 教學剛剛公佈了業績 雖然業績方面 你也看到是跌了 但是他又派到息 股價又向上 追不追啊 有中期息啊 不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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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現階段 但是都已經去到 多少年 所以股價就爆上來 嘩 今天建行都五個八號二 如果我開月線圖 一看 2018年建行的高位 六個四號三 其實看這個圖 哇 技術走勢 整個飯兜 好像不太差 一號 先看 這個飯兜 能不能做到飯 18點二分 我沒站住 沖多一陣 18點二分 派中期息 但是 你知道什麼時候派嗎 現在還沒說 這個中期息是明天情人節 2月14日 是啊 是2025年2月14日 有沒有看錯 哈哈 那一定記得 一定要去派息 那天派息 那馬上買這隻股票 然後送給女朋友 不良貸款 1.32% 嗯 運用貸款 1.32% 其實內銀都挺好 但是反而內險呢 內險好像是蘋果 最近蘋果出了業績 就彈過一下 但是整體 我有一個擔心 因為內地一直減息 他們就是坐著一些債券 都可以抹高一點的 馬上市場 但是整體的投資 不可以 A股不可以 今天上證指數 在創六個月新低 它自從 之前入股 幸福已經 看到它 一直不幸福 所以你看到 明顯內險 平保今天這個圖 雖然好像剛剛清潔上說 繞上去 但是那個力度 剛剛給我們看的那隻 內銀股是差一點的 但是今天 上證指數 我會形容 港股最近 在指數上 好像走了一個獨立行程 不過這幾天 內銀股 是明顯有些跑贏的 厲害 另外人民幣 現在都強了很多 但是呢 中國平安 我就不太喜歡它 對市場來說 它的業績是好過 如期少少 不過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它 近這幾個月 其實今年以來 都關了很多 那些服務中心 是的 已經關了很多 那些分行 因為其實 你都明顯看到 內地是主力 供利消費的方面 現在你看到 四大內銀方面 存款的利率又調低了 債券又有少少規管 那它又在內房方面 即房地產 可能建議你 買多些樓房 然後呢 在A股方面 也看到 有一個最新的 一些分紅 即是說 可能會出一些 上證指數 其實上證指數 其實分紅 那方面都挺吸引的 還有 也都加電客箱 剛剛才是所說 其實擺明 都看到 是想提供消費的 其實看回整個 中國的經濟數據那方面 山頭馬車最上次 我記得是零售數據 做得不錯 我有點想想 是不是我們港人大動 是 北上消費大動 明顯 由連塘口岸 到深圳去畫 那真是 我都自己 老老實實 其實如果 真是家電下鄉 或者救援新 這些措施 如果真是這麼顯靈的 為什麼 海爾之家 海信家電 全部都 還是在剷下來的呢 嘩 嘩你看看 921 開了 剷到整個山峰 補貼給你 又不是送給你用 不用自己銀河包嗎 嘩 這樣啊 真的 又是炒完消息 6690 又是可以自家 又是錄下山 還有呢 今天呢 有一隻6060 是比較醜的 那隻呢 2318屏寶 是有拿著的 跌17% 真的嗎 剛才那隻 你改的那隻新的公司 新加坡 紐約科技公司 新樓 新樓 九十幾個percent 新樓不是舊樓 是不是 現在已經 算了 你看到17% 都已經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中間在線呢 其實他 中期呢 那個盈利是 倒退了七成半 嗯 但是其實他都確實是 但是股價都不用暴跌兩成的 大哥 真是跨牆 你知道在中間股市 無其不有的啦 這些事情都會發生的啦 但是他的股價竟然是創了身低 都不 幾十元上市的 炒過差不多一百元 十元了 已經是新低了 對呀 這個是歷史新低了 不會碰啦 即是盈利倒退七成半 都 衰衰地都叫有五千幾萬 好過那隻 要蝕五千里六千萬 唉 也有人說一下 藍月亮 嘩很久沒看 這隻洗潔精 對 六九九三 哇 青姐 完全是 咦 咦 不是呀 好像在走勢那方面 但是現在現階段的話 如果是美股和港股的話 其實美股剛剛我們也有說過表現那方面 三大指數 就是納指都要看今晚NVIDIA 即是輝達那個業績 做成怎樣 那 如果是港股和美股的話 真的看現階段 去做一個買入的位置 你偏向哪個市場多些 暫時 暫時 我等美股移動下來 是 接著就駁 它下一個Rally 就是大選Rally 是的 不過大前提是等美股 在九月移動下來 你會不會 現在是不上不下的 那個美股 九月十日那個電視辯論 那一刻你覺得 會不會都已經 美股的走勢會明朗化一些 現在賀錦麗的支持率呢 是超前了特朗普的 那就糟了 唉 我也是這樣想 應該要調整 是的 我也有點擔心這件事 現在他們還在爭論 關不關咪 真的 但是有機會 你覺得會不會過完九月十日 有機會反轉 反轉再反轉 即是特朗普會上來 因為他辯論也挺厲害 但是納子的走勢 真的不太靈 其實納子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不行 其實已經是強腦之末 對 差不多了 這兩次聯口高開完之後 現在這些位置 如果一川17,500 又會跌下來 回到17,200 嗯 那是不是 如果電視辯論之後 賀錦麗還是支持率比較高的話 那美股還要繼續回 是的 因為市場其實 真正正骨子裡 對賀錦麗 雖然說 像我們所說的 就是誰做總統呢 都是一樣的 但是後面都是 都是同一堆人說的 同一個更加 不是超級自然的 是 是更加高 更加高規格的一個系統 但是 最大問題是賀錦麗 大家都見到她 見證到她對移民政策 那個左搖右擺 那 覺得她 不是那麼大 不是那麼高的 那個能力 嗯 如果另一位女士 奧巴馬太太 Michelle Michelle 出來 嘩 感覺完全不同 我也很喜歡她 那個完全跟特朗普有得困 這個是跟特朗普有得揮 如果有得揮 就不用還在爭 究竟到時候辯論會 需要不需要 真的要 那些咪 Michelle正規一點 你有沒有看現在 賀錦麗的花邊新聞 嗯 哈哈 我有看過花邊新聞 就是Michelle的感覺比較正面 是啊 所以其實最近都見到 比特朗普市場都跌下來 今天都見到 我們講完最後這兩分鐘 就是比特朗普都跌了5% 很多人都問 為何突然間 比特朗普會跌下來呢 因為其實大家都見到 美匯現在已經弱了 回到18.7%這些位置 其實賀錦麗 說特朗普兩個都是支持 蜜蜜蜜蜜 特朗普都支持開的 是 明顯是想拿到那邊的選票 就突然又說支持 是 比特朗普的走勢 看法 今天那些 比特朗普的期貨 ETF 和現貨的ETF 都跌下來 都散了 你覺得怎樣 還是不是像美股一樣 都是強弩腦之末 是啊 就是 撐最後這一下 最後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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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RSI都上不了 美股就算再重上四萬一這些位置 那如果是個 納指 納指 近日 明明 它的頂都不肯再衝 不肯再衝頂 其實是很累了 那 看完NVIDIA 我覺得是一個很明顯 美股的一個轉利點 做標普500指數 也都是明顯大雙頂 但是RSI和DAO一樣 都是背遲的 是 所以如果現階段的話 其實都見到美股 三大指數都 也有上升尼口未補 有些調整 暫時就不要 大家不要這麼樂觀 譬如標普 剛剛清姐所說 即是說得不好聽些 NVIDIA 如果今晚業績是醜樣的 更加有插水的理由 可能直插沒有什麼水花 但是就算NVIDIA業績是一月如期不好 你又覺得在股價裡面沒有反應了嗎? 之前那一陣子 我們都說了已經升了那麼多 其實我都覺得已經反應了出來 對呀 要配配聲 還有之前一路炒它 就是炒它拆小 就拆了 好呀 所以暫時我覺得 整體今晚指數的走勢 都不會英俊得去哪裡了 其實已經是累了 是時候要馬上去 還有一些錢 你留意一下股神巴菲特近期的手影 什麼都顧 今天我還看了一宗新聞 我問說美國有些銀行 很多客戶都開始沽了美國的科技股 對 差不多有最少三百多億的美金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看看美股三大指數的表現 一個信號 對 一個信號 還有最近你真的看到可能真的會升的一些美股的股票 就是一些舊經濟股 好可樂 71元了 你看到圖已經創了歷史新高 好了 今天我們的錢都去10300 看看10300 對 是不是呀 又長江基建 當然啦 昨天超人一現身 驚喜現身 今天都令到幾隻都抽了上來 整個場合 13都好像在做底 留意一下 外面下雨 有些粉絲 Cherry叫你記住大姐 她說到雨 我們外面 喂 今早晨吉這麼早天文台已經說會暴雨 要等到現在黃昏 才來了 我要跟我老闆說 我等了一天 剛才還是很晚太陽 剛才我來的時候也是很晚太陽 剛才我們帶了黑超 還有要留意一下 今天現在三大指數期貨 都是陰陰陰陰陰 星星跌跌之間 所以大家 在升的 不如留意今晚 今晚NVIDIA業績 就是美股收市之後 好啊 先看看青姐 見到真人 多謝青姐 好啊 很小時候看我了 真的啊 小時候看著青姐 給我拍張相機 然後拿回去給媽媽 不是要拿給我老闆看 立刻拿給我老闆看 一定要拍張相片 真是離譜 每個都是這樣 我拿回去給我爸爸 拿回去給我媽媽 很小時候看你 立刻要給我老闆看 拜拜 拜拜 免責聲明 Reka Finance 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 Reka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身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無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k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k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ka Finance立場 Tronh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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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